多伦多中夜传的为着庆祝成立20周年 将于6月22号晚间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何博昭剧院 推出一场音乐会 主题就是风华正暴20年 下面请开报道 星期三的新闻会上 著名洋琴演奏家徐平心 现场演奏了一段美丽的非洲 乐团的五位年轻演奏家合奏了乐曲 风筝和彩云追乐 徐平心六岁开始学习洋琴 是中国第一届洋琴硕士 他为了把洋琴推向国际舞台 几乎每年都在全世界巡回演出 他也希望加拿大的华裔青年 可以保留传统文化 就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特别是年轻人嘛 能看这样的音乐会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学习当中的一件中国乐器 这个对保持中国文化 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保持自己的原始文化 这都是很有意义 多伦多中乐团希望以乐团的方式 鼓励更多的华裔 学习中国乐器 发扬传统文化 我们都希望年轻一代可以接触到中国文化 就那个中国音乐是很 就比较直接 他们会了解中国文化的东西 乐团成员Emily Zhou 从小学习二胡和多种乐器 她推荐青少年来学习只有两根弦的二胡 就是小朋友们 小学生们 就是他们听到二胡这个音乐的时候 听到不同的曲风的音乐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会喜欢它 风华正茂二十年音乐会上 观众可以欣赏到徐平鑫 二胡演奏家何涛 以及中国第一吹郭雅志 与中乐团的独奏 协奏和重奏乐曲 新唐人记者胡心 多伦多报道 新唐人记者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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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人记者胡心